好,那我就不用投影片,我直接開網頁介紹就好 那我是Danny,是來自OPAS專案 然後OPAS專案是一個for各conference使用的一個活動app 那它之前在G0V Submit的其實有被使用過 那今年在Cosecut以及Seacon也都會使用這個app 然後我們這個專案也是要讓大家可以簡單的貢獻OSVPASS 然後成為OSVPASS的開源貢獻者 但是上個禮拜CCon我們辦過一場 然後簡單的issue都被解完了 所以今天只剩下比較難的 所以如果你是Android的開發者 然後如果你對於我們參與的一些issue有興趣 然後或者是任何想要improvement這個app的都可以來找我 那我主要focus在Android這一塊 但是關於這整個專案的協調 以及任何後面的基礎工程跟事情都是可以找我協調的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想法想跟我溝通跟我討論 也都可以來跟我說說 那我們今天就是以Android為主 那今天可以做的幾個專案項目主要是 第一個是我們目前在議程表的filter 目前只有支援tech跟它的標題等等之類的 那我們希望把它的議程種類也加入filter裡面 那它應該是一個相對簡單的東西 那第二個是Duck Theme 如果你熟悉Android Theme的切換的話 你也可以來找我 就是我們目前只有一個亮色系的Theme 那如果你希望在你現在大家比較喜歡用Duck Theme 那如果你喜歡用黑色系的Theme 然後讓使用者打開這個app 就是相對黑色系的使用者見面的話 你也可以來找我 對那主要我們今天容易實現一點點的應該是這兩個issue 但它可能有點難度 對所以如果你是Android開發者 你對於這個app有任何想法的話 你可以打開opas.app 或是在Google Play搜尋或Path 你都可以下載得到它 那對於app有任何可以增進改進的地方 都可以跟我說一聲 對那今天你的貢獻呢 原則上都可以在今年被很多人使用到 以Costcom來說應該你會接觸到2000多個人 就在今年的7月30、7月31號 然後在Seacon在今年的9月4號 你也可以接觸到1000多個人 對所以今天你的貢獻 你的做的事情 都可以馬上的在今年被應用 而且在7月30、31號跟9月4號馬上被很多人看到 好那就大概這樣 謝謝各位